好 十一點熱炒店 首歌唱 不嗆不辣不上桌 今天這一道菜很震撼 為什麼 什麼叫做燒酒基佛 跟今天的主題息息相關 有信眾去那個拜佛 找到了師父 說你幫我解決一下 師父說 把燒酒基佛四個字都在裡面 這有連貫一些 那因為師父講的話 我們到底該不該相信 該不該聽 有的時候你覺得我不迷信 但是出了事你就覺得說 師父告訴我 告訴我我該怎麼辦 講了你不能不相信 這個就是說有時候聽起來像神話 有時候聽起來像鬼話 對 那神鬼之間這個判斷就很重要 但是呢 有的時候還是不能不信邪啦 因為很多人也因為這樣踢到鐵板 是 你有不信邪的事蹟嗎 我啊 我媽有一陣子 不知道就是有一陣子 她就覺得我身體好像比較弱 還是什麼 她就帶我去好像是 季工還是哪裡 就是一個山上 山上她就一定要叫我 這些人都一定在山上 然後呢到季工 她就不會在東區喔 對 她不會 她在到山上 然後我們就很多信徒在那裡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就是 搞了一整天 就是要等那個 要等前面的人對不對 對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我每一天要拿一個盆子 接地氣的水 就是在外面的水 不管有沒有下雨 就是因為台灣很潮濕 怎麼樣都會接到一點水 五歲 然後每天要拿那個水 潑在我的身上洗澡這樣子 然後我跟我媽講 我媽說 你以她已經跟你開口講話了 你不相信 不好的事情就會發生 我說你帶我來幹嘛 我說你等於是強迫我 一定要做這個事 我不聽到就沒事啊 對 不聽到就沒事 聽到了你就 她現在被我聽到了 我就起疙瘩啦 那一陣子我在錄外景節目 我就叫我的Fed Manager 我的經紀人 每天帶了一個盆子 我們不管住什麼民宿 我就把那個盆子 放在那個民宿門口 然後我還要叫經紀人 去跟那個老闆講說 你這個盆子是我們的 你不要丟掉 所以每天早上 不管那個盆子裡的水是多少 我都會把它就拿一個布 這樣插在我身上這樣 但是我覺得我的身體 也沒有變得比較好啊 我的手腳還是冰冷啊 應該是說沒不好就是好 以前他們就算說會有雪光 然後說叫我去化雪光 化雪光的方法就是 你要讓自己身體哪個部位 出血這樣子 我們同行有兩個人 那個人在回程路上 就跟我說鬼扯雪光 十個老師結果說你有雪光 那反正他就不信 那我是聽進去了啦 那可是我總不能拿刀割自己的手 對啊 我天眾英明 各處都有檢驗所 檢驗所呢會幫人家抽血 你想說去檢驗所 你好聰明喔 去抽血 大家問你為什麼 你就跟他講 我說我要化雪光 他們都懂喔 真的假的 這個我有聽過 真的有 你血要抽出來之後灑在外面 好 關鍵來了 強強 你真的是天眾英明 冰雪聰明 抽完那一罐以後 怎麼樣你知道嗎 越大條的馬路越好 十字路口 你殼子緩緩的開 然後從窗戶丟下去慢慢開 你要回頭看喔 要確認有一台車子 壓過去 砰砰 壓過去 後來我就平安無事 我那個不信邪的朋友呢 沒多久真的就是騎摩托車 硬生生的就疊進 那個山區的大水溝裡面 天啊 那他還好吧 頭破血流 還是不能不信邪啦 今天邀請五位老愛算命 聽了倒楣 不聽也很衰的來賓們 以及命理大師謝元錦現場解析 這些神話鬼話到底是該信 還是不該信呢 有什麼不信邪的故事 我有一次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呢 大家都很多人信泰國的佛教 拜四面佛 我有一個朋友他特別的迷 他超級迷 然後他有一次剛好遇到我 他說 過一陣子啊 有一個他們請了一個泰國的高僧 要來台灣 然後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參拜 他請他幫我加持一下 我心裡想 其實我也有 就是也是有拜佛的 那不然去看看好了 竟然有高僧來 結果我本來以為他要帶我去一間廟 或是一個什麼壇有沒有 不是 他帶我去一間五星級飯店 哎唷 飯店耶 而且你知道嗎 他帶我進去之後 他還是住 像總統套房那樣 那我心裡想說 高僧住在這裡 哇那行 真的行情不錯的感覺喔 而且 很多人在等 我進去之後 我好像有特權一樣 他就直接把我帶到房間去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 他穿得有點像那種袍子一樣 還是袍子 還是袍子 然後手上也是拿著一串佛珠這樣子 那我其實去也是有一點 半信半疑 然後他就說 好來 你雙手合十跪在面前 然後這個師傅呢 就開始用手按著我的這個 眉心這邊 眉心 按住 然後開始在那邊念念念念念 講一些咒語的 經文啊什麼 我也聽不懂 對 對我都聽不懂 然後就約莫念了大概四五分鐘之後呢 有一個白髮蒼蒼的年紀比較大的人走進來 然後他開始跟師傅用他們的語言交談 然後呢那個那個 那個老人家就說 來好了 來你跟我出來 他就帶我到外面的那個辦公桌 商務桌在那邊坐著 他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師傅剛剛幫你加持的時候 他發現你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你如果不解決 你之後會有血光之災 而且是很快就會有 我說是什麼樣的問題 他就接著仔細講 他說這一切的起因都來自於你 真的假的 他怎麼知道 你 蛋蛋上面 可是你有沒有 你的雙蛋蛋上面有字 我跟你講 我還回家真的有檢查 還真的有 啊 對 他跟我說 他可以想辦法請師傅做一個法事 幫我解決這個血光之災 然後可能要有些費用 我說多少錢 他說 六萬塊用 Oh my God 都是這種數字 六萬塊 不是六萬就是八萬 那我一開始 我就沒有說真的那麼相信 我就直接跟他講 嗯 我可能沒有這麼多錢 想想看 對 然後他就跟我講 溝通了一會兒之後 他說好沒關係 他就從後面拿出來一個盒子 放在桌上說沒關係 還有別的方法 隨喜是不是 也不是 他就把它打開了之後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裡面 有些佛牌啊 然後還有一罐一罐 不知名的類似精油的那種透明玻璃小罐 他就說這些東西呢 有的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拿回去之後啊 也可以幫助你稍微擋一下 至少不會那麼嚴重 可是他其實我真的問了之後 他那些東西也不便宜 因為有的佛牌 他也是要一萬多兩萬 很貴啊 然後最後最後就是他 推銷不成 我就最後 包了一個紅包 就是 來一個支付的加持費 也是包了三千六給他 我才走的 所以你根本也沒有處理到 你只是包了一個紅包而已嗎 對 他就是一開始的加持 然後跟我去的朋友 是個女生 哦 然後後來問他 他跟我說 對 他也是跟我說 我下面的字影響到了 那你也沒解決 那後來韻怎麼樣 我跟你講 事隔不到一個月 因為我買了一台 兩萬五的Fix Gear 腳踏車 摔車 真的就有血光之災 而且那台車還 我花了兩萬五 他結果車架直接歪掉 哇 但是那個蛋蛋 上面有字不好嗎 其實沒有耶 他其實血光可大可小 比如說有的人 可能比如說 當嘎有沒有 剪那個指甲的時候 他有時候也會有血流出來 他其實有時候他每個月 他可能因為這樣子 他就破了他的血光之災 哦 所以有時候觀眾朋友 不用太緊張 了解 我覺得真的都是因為這樣才出事 那我其實有過一次經驗 前年吧 有一次我去廟裡拜拜 就是剛好那天有空去拜個拜 那你知道那個廟附近啊 剛好有一攤那種算命 算命生那種啦 就是你可以去補個掛 或是算一些東西 那我拜拜 拜完了之後 剛好經過那邊要去牽車 他就把我叫住 欸 年輕人來 我心裡想 什麼事 你認出我媽還是怎麼樣 他說 他就直接講說 我看你這個氣色不是很好 我直接講國語 他說你這個氣色不是很好喔 你家最近 可能三個月之內 會出個什麼大事情 會影響到家庭的和諧 天啊 你知道這個時候 再過兩個月 我二女兒要出生了 剛好就在他講的範圍之內 我一聽傻眼 那是什麼樣的事情呢 他就這樣子 從旁邊拿個紅包帶上 推一下 你想知道的話 放三百塊進來 這好像是短劇的劇情 對啊 可是三百塊錢好像蠻少的 對 三百塊 三百塊 他這麼卑微喔 我心想 就只要三百 沒有 就是先用三百 你覺得還好 然後再一直跟你要 一直跟你要 然後呢 我就真的坐下來 我就紅包三百塊而已 放進去給他 然後他就說 其實喔 這件事情喔 也 真的如果 再嚴重一點 他是可以想辦法解決啦 但是如果不解決的話 你有可能 甚至會有血光之災 或者是家破人亡 講這個話就可怕了 可怕了 有可能輕微 但是我就問他說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狀況 然後他就跟我說 這樣子啦 來 再放個三百塊進來 湊個六百 六六大順 聽起來比較好 所以我們要告訴 我要教你一些方式 我可能會 又就是會折我的瘦啊 或什麼的 我們就是以前都聽過這些 我就好 三百塊而已很便宜 就進去 就給他 後來他告訴我說 呃 其實很簡單啦 喔 你就是去中藥行 抓一些艾草 買一些艾草回家 泡一大缸的那個浴缸裡面的水 把艾草丟下去 全家人都去泡一泡那些艾草 都去泡一泡 因為艾草可以促進的 這個經絡血液循環啊 然後把一些比較不好的東西排掉 近身這樣 就近身類似這樣 然後呢 接下來我說 那就這樣子就好嗎 泡完了就沒事了嗎 這麼簡單嗎 然後 敲敲跟我講說 你這樣做一半而已 我跟你講你那個泡完 找的那個 泡完的那個艾水 艾草水 把它裝起來 到你們家裡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角落都去灑一灑 灑完了之後讓它自然乾 乾掉了 然後呢 接下來有一個最重要的步驟 一定要做 沒有國哪有家嘛 所以家一定要去灑一灑 國一定要去灑一灑 國怎麼灑 對啊 國怎麼灑 他告訴我 你就是台灣最北的燈塔 跟最南的燈塔 富貴角燈塔 這很瘋狂的 鵝鵾鼻燈塔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總統府 他說你去這幾個地方 然後把那個艾草水 沿著它這樣繞一圈灑一灑 就這樣說真的啦 你剛剛都講 就是說你寧可信嘛 寧可信其有 這很誇張 寧可信有啦 來